T90泰坦聯盟 柏晶聯賽的小組積分賽裏面 Viper對上DOT競技場的比賽 那這一場算是只看Viper的配置 因為這個比賽已經打完了 那當天我在即時轉播這場比賽的時候 也有大概將近1500人在手砍 再次感謝大家支持我的轉播 那當天有講到Viper這場的伯根蒂 他的配置是跟其他線上玩家打出來的 這個內容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一場特別來看一下Viper 到底伯根蒂有什麼樣的魅力 開局跟大家一樣都是六存吃羊 然後六存吃羊 然後第七村要去開伐木場 我們這邊稍微慢慢的看 那這一盤我是不會看DOT的 我們這盤是專注在伯根蒂這邊 OK第八村一樣伐木場 那Viper一樣是先把自己家裡的羊都先探好 然後一隻一隻送 不要卡到自己的村民 然後這邊先接豬 那這邊接豬的原因是因為他需要更快的食物量上來 然後點一級木 那我覺得這個沒有問題 那Viper使用的是TC射珠 那TC射珠 基本上就... 新手的話可以先點到TC射珠 這邊是第11層伸出來的時候 點了這個一級木 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在Viper只有兩人配木喔 兩人配木 OK現在配到第四人 也就是說在點一級木之前 你必須先拉一隻豬 你必須先拉一隻豬 然後... 兩村伐木以外其他全部吃肉 我先把這個一級木在第11村生出來的同時點出來 然後後續一樣就推路 吃豬 推路吃豬 羊都先放旁邊 OK Viper這邊是路先殺了 不過他... 還沒有... 去吃這個路 但是他為什麽要先推呢 跟... 我們今年的競技場 冠軍Ventures的比較不一樣 所以現在競技場有可能會被塔攻 Viper想要趕快推一推 趕快出去探個路 了解一下DOT這裏的戰術是什麽 因為這場是比賽 不是田地對戰 其實都是... 動真格在打的 推一推趕快去做其他事情 那Viper這邊第17村 開始開末房 路都推進來之後 開末房 把後面都... 探得非常的仔細 我們看一下他的視角 把自己家裡後面的資源都探乾淨 OK 現在Viper有五隻村民在伐木 然後後面這邊有六... 哇這個是幾村啊 五村在果實 非常少見有五村果實的 那因為Viper這邊可能想要點二級木 二級農 他需要一些經濟去點這些科技 所以他先大量吃這個果實 所以為什麽這場他的伯更蒂叫做特殊配置 在其他玩家身上是沒有看到的 OK Viper這邊是點了封建之後 二十一村點了封建之後 開始要來灑田 但是灑到一半之後他不灑了 因為他想要等 二級農 好這邊一樣補房子補房子 那Viper先講一下他這張地圖 重要資源都在後資源 其實嚴格說他這個圖如果 被快攻的話也蠻好守的 然後Viper這邊一樣在比賽裡面他有做小微 對刺猴的話我們就不看 二十一村八人木十二十二百食物的 然後果實這邊是無人 農田這邊我們可以先不要管他 OK升級上來是直接秒生二木跟二農 可能會有觀眾朋友們覺得這一場我講的非常的慢 為什麼都快轉 因為這一場裡面真的很多細節 OK二級農上來之後 Viper完全變綠色 Viper真的是抓的剛剛好 一升上來 就開始種田 他真的是配置大師 搞經濟大師 Viper是目前所有玩家裡面經濟場 S級賽事裡面 兩次冠軍 大師賽兩次冠軍 然後他這邊是灑出了一個風車田 然後開始配黃金 那我們這一集會看到城堡時代 因為 伯根蒂基本上這種配置還是會去減移金 我們基本上這一場就直接帶到減移金的流程 然後開始借黃金 那目前伐木由於有二級木的關係 現在 Viper是只有單伐木場 他不是雙伐木場 這邊有一個田他沒有殺起來 OK 完全算得剛剛好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但是他算得剛剛好 三人挖金 上封建之後三個人挖金 然後其他人種個田 種個田 種個田 肉量差不多上來之後 現在Viper又把一些村民拿來伐木 墓地是為了什麼呢 他要來蓋這個軍營跟馬舊 這個配置非常難學 非常難學 甚至連頂尖玩家 你看了 都可能要練習非常多次才能打出來 但是我們的世界第一Viper 他就是有這樣子的神力 對於這種經濟的調配非常的厲害 這邊開軍營開馬舊 田的部分是石片剛剛好 但是這中間 依照你的肉量跟木材量 你要在封建時代上城堡的這個過程中 蓋出軍營跟馬舊 這個目的是要為了等一下遺跡爭奪戰做準備 因為Viper這一法 那國根蒂是特殊配置 同樣是經驗場冠軍的到的 他已經有 城堡的清奇兵要升級上來 所以Viper這邊是先偷經濟 再搶遺跡 最終他是搶了兩個遺跡 搶到兩個遺跡 那這邊我們還是要持續往後看 當Viper跟Dout的村民宿持平的時候 雙方的經濟落差多少 因為伯根蒂跟印度都是經濟大國 好 來Dout要開第二個TC 開始爆村 也就是說這一盤Dout他先選擇升級清奇兵 他沒有先開TC 沒有升村 Viper的經濟量跟Dout的距離 要多拉開一點點的差距 就一點點但是在頂尖對戰裡面非常的關鍵 我甚至連這個都點下去 那我這邊暫停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Viper這邊為什麼有伐木場了 然後他要村民在這邊伐一趟木呢 他不把村民拉來這邊伐木 因為他想要開TC 他想要開TC 這個是很多新手可能會忘記的 如果你村民是往這邊走的話 全部的大量村民在這邊就會開一個TC 那這邊完全沒有人 但是Viper不想要動他的村民 農田的村民 所以他要把一些村民拿來這邊伐木 除此之外這些果實的村民也就剛好在這邊 所以移動的距離 這一場Viper也有把它算在裡面 然後上來並不是3TC 是2TC加一個修道院 有修道院之後再來一個3TC 因為遺跡陣走戰在頂尖對戰競技場非常重要 OK我們這邊稍微暫停一下 DOT的村民術已經超過Viper了 目前木材的部分領先DOT500 食物的話領先200 然後再來就是這些的地方 其實落差是沒有太多 落差沒有太多 同樣是有經濟加成的印度資產 同樣是冠軍DOT 但是還是硬生生多了一些些 多了一些些 所以其實 關於Viper的這個特殊配置 在當天的比賽 其實有講到一些細節 就一幾天的細節 可以讓Viper打出一個破口 關於這些細節 我們在這集裡面 不再多說太多 我們就影片下方會做一個連結 如果有對當天比賽 想要再去看重播或是 你沒有看過的觀眾朋友們 可以去回味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場 雙方都是非常經典的對決 然後兩個文明也是競技場 現在單挑局 頂尖賽是會出的文明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 那希望這次的影片 可以幫助所有喜歡世紀帝國的你 最後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 點個讚、按讚、分享 然後 希望世紀帝國可以越來越好 那這集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elymedare 我們到這邊 早點結束 如果你到處那裡 有沒有分享 結束 為難建築 我們到處那裡